据说子弹的穿透力非常强 但飞牛盾流体却能抵挡子弹的攻击 因为飞牛盾流体是一种 越强则强越弱则弱的神奇流体 当它的表面受到力的作用时就会变硬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随意跳动而不会沉下去 而一旦静止时就会如同沼泽地一样快速下陷 可这样的物质真能起到防弹的效果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用飞牛盾流体打造一个防弹盔甲 看能否抵挡住子弹的攻击 由于飞牛盾流体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亚当只需要将玉米淀粉与水按照比例混合 经过充分搅拌就形成了飞牛盾流体 这么精彩的视频你还在一个人看吗 探探智能匹配附近的女孩 喜欢诱华相互心动 动动手指就能脱单了 单身的兄弟们赶紧试试探探吧 之后他将流体做成盔甲形状并悬挂在驴板的前方 紧接着在三米外用手枪进行了射击 但随着一声枪响 子弹不但直接穿透了台甲 并且在驴板上留下清晰的弹孔 可见一层铠甲还不能阻挡子弹的射击 于是亚当将铠甲增加到两层 然后进行了相同的测试 而当他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子弹再次透过铠甲轻松击穿了驴板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最终亚当将铠甲厚度增加到了六层 这次又能否成功抵挡住子弹了 虽然铠甲厚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防弹材料 但子弹依然击穿了流体后面的驴板 显然飞牛顿流体是无法抵挡子弹设计的 据说如果有人对你开枪时 只要潜入水中就能死里逃生 并且在电影战狼中就有这样的剧情 无尽为了消灭劫传的海盗 纵身一跃跳进了海水中 在水下躲过枪林弹雨后解决了所有敌人 可水的阻力真能抵挡子弹的进攻吗 刘烟祖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吉米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搞来了不同威力的枪制 但由于找不到志愿者充当这些枪制的射击目标 所以吉米将自己的水晶观改造成了三米长的水槽 而亚当则用凝胶制作了一个弹道凝胶块 因为凝胶的物理性质与人体组织相似 而盒子外面的塑料片能调节凝胶在水槽中的位置 之后他们将凝胶块放入水槽2.1米深的地方 首先进行测试的是威力最小的9毫米手枪 随着吉米扣动扳机 子弹直接以290米每秒的速度射穿了凝胶 显然2.1米深的水是无法阻挡手枪的攻击 于是吉米将距离调整到2.5米 结果这次子弹仅仅射入凝胶两厘米 这样的威力对人体来说只能造成皮外伤 紧接着他们更换了威力更大的线弹枪 可由于冲击力太大 导致水槽直接炸裂了 看来水槽已经无法满足威力较大的枪支测试 于是他们将实验地点搬到了游泳池 但因为泳池的水深有限 他们只能以一定轻角的方式进行射击 这样就能在较浅的水下也能达到相同的射击距离 为此亚当将破碎的水槽改造成了滑动轨道 以便能随时调整凝胶在水中的距离 同时由于水与空气会产生折射现象 这就导致无法从上面瞄准目标 所以亚当又制作了一个激光瞄准器 然后他们将凝胶和滑道放入了泳池 并且把射击轻角调整成23度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开始了射击实验 吉米首先用线弹枪对水下4.5米的凝胶进行了射击 可当吉米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没有击中凝胶 反而落在了水下3米远的地方 于是他们将凝胶块滑至子弹落地的位置 然后再次进行了测试 但子弹依然没能击中目标 最后直到将距离缩短到了2.4米 子弹才终于射进了凝胶块 这就说明人只要跳进水中2.4米 就能躲避线弹枪的攻击 但如果对方以23度夹角射击 那么只要潜入水下1.2米就能死里逃生了 紧接着吉米拿出M1加兰德步枪开始测试 而这把枪的出塘速度达到了850米每秒 能轻松击穿7厘米的防弹玻璃 尽管开枪时剑起的水花更多 可子弹却没能击中水下的凝胶块 反而在接触水面的一瞬间就变成了碎片 随后他们将距离缩短至0.6米 虽然这次子弹成功击中了凝胶块 但也只是射入10公分 这样的伤害对大家来说也只是擦破皮 可见水能对子弹产生巨大的阻力 实验的最后吉米拿出了威力最大的巴雷特狙击步枪 而它的出塘速度高达920米 0.50的超大子弹更是被称为人间大炮 可如此恐怖的武器又能对水下目标造成多大伤害呢 然而当亚当检查现场时却发现 这次子弹再次变成了碎片 并且碎片落在了0.9米远的位置 所以如果坏人用巴雷特以23度夹角射击 只要躲在水下35厘米就能安全逃什么 据说当你在下雨天开敞篷车时 只要车速足够快 驾驶座就不会被打湿 因为当汽车达到一定速度 雨水就不会落入车内 可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在用超跑实验之前先进行小型测试 于是亚当将跑车模型安装在了支架上 然后用鼓风机来模拟开车的效果 而吉米将在汽车的上方喷洒雨水 看在不同风速下汽车被淋湿的情况 同时为了能在实验中更清晰地观察雨滴 他们在水中加入了蓝色墨水 首先测试的是车辆静止状态下的情况 雨水垂直低落将车内全部淋湿 随后亚当将风速设置成24公里每小时 这时落入车内的雨水明显小了很多 紧接着他们模拟了48公里的时速 而这次驾驶舱上方出现了气泡屏障 并且有效阻止了大部分雨滴的进入 似乎留言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测试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 那么在大型实验中 结果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下面留言组从58同城买来一辆二手超跑 并决定用它进行大规模测试 但在潮湿路面飙车可能会造成轮胎抓地力下降 而为避免出现车毁人亡的惨象 留言组邀请了专业教练进行车技培训 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失控情况 由于两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 所以在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 他们都能熟练控制跑车完成各种动作 为了准确对比不同速度下落入车内雨量的多少 即你将卫生纸贴在深色的底板上 一旦有雨水滴在上面就会显示底板的颜色 这样就能判断车内淋雨的情况了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实验场地 可急速行驶的敞篷车真能避开雨水吗 但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晴朗 于是他们用钢管打造了两个降雨装置 而每个装置配有六个洒水喷嘴 同时他们能在一分钟之内倾泻5.5吨水 这就相当于每小时50毫升的降雨量 接下来他们将吸水的保护套安装在跑车内 以避免损坏汽车后需要打腰子赔偿 然后亚当把测试雨量的板子固定好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教练率先驾驶超跑进行了高速测试 看在暴雨环境下是否会打滑失控 当他以190公里的时速穿过潮湿路面时 汽车瞬间出现了飘移现象 并且车身旋转了450度才停了下来 显然实验具有一定危险性 这让吉米心中打起了退堂鼓 但在亚当的逼迫下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测试 首先他进行了在雨中关闭车棚的对照实验 看这样是否会淋雨更少 可等车棚完全关闭时 座椅上的纸已经全部湿透 那在高速行驶状态下淋雨会不会更少呢 随后吉米重新驾驶跑车 以110公里的时速穿过降雨区 这时汽车并没有打滑现象 并且雨水在前挡玻璃上形成了一层屏障 而纸板也只有上方小部分被淋湿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实验结果 最终他们将车速提高到145公里每小时 这次头顶的气泡效果更加明显 同时纸板几乎完全是干燥的 可见提高敞篷车的速度确实能避免被雨淋湿 但在雨天高速行驶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所以大家在购车时还是不要选择敞篷的 不然开出去遇到下雨天就尴尬了 据说两辆车同时以80公里的时速对撞 产生的冲击力等同于80公里的时速撞强 难道不是与160公里的速度撞击一样吗 为了验证到底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留言组向好朋友借来了新买的豪华汽车 并决定用它进行撞车实验 但在这之前他们需要进行模拟测试 看一倍速度对撞是否与两倍速度撞强的效果相同 于是亚当找来一段两吨重的钢柱充当强体 然后将两个砝码焊接在中板上来扮演汽车 为了直观量化撞击力的大小 他们在砝码中间放置了相平泥 实验中他们会将砝码从一倍高度释放撞击铁柱 以此来模拟汽车以80公里的时速撞强 而将释放高度提高至两倍时 就能模拟160公里时速撞强的情况 通过对比相平泥的压缩量就能判断撞击力的大小 当砝码以一倍速度撞击铁柱时 亚当侧的相平泥的厚度还剩下3.8厘米 紧接着他们又让砝码从两倍高度释放 这次相平泥几乎被压成了薄扁 并且侧的厚度只有1.9厘米 而这刚好是一倍速度时的两倍压缩量 之后他们将铁柱换成相同的砝码 看让他们以一倍速度相互撞击 效果是否与两倍速度撞强相同 可当亚当简断释放了绳索 两侧的相平泥的压缩量 竟然和一倍速度撞强一致 显然这个结果是有为大部分人的预想 那如果换成真车撞击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改变呢 下面留言组来到了撞击试验基地 因为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加速轨道 并且依靠两台V16发动机爆发的1600匹马力 能牵引汽车以任何速度撞击刚强 而为了测量撞击力度的大小 仅理在车内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同时还测量了车身的尺寸 以便更直观对比撞击的效果 首次测试的是时速80公里的撞墙实验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工作人员启动了牵引装置 然后车头静直撞在了钢墙上 这时传感器测得加速度达到了58个距 并且车身长度缩短了1米 随后他们又向邻居借来一辆同款汽车 这次将用它以160公里的时速进行相同的实验 当汽车撞击钢墙的瞬间 整个车身直接被压缩成了一个球 如果有哪个幸运儿坐在里面的话 估计会被吓一大跳 最后他们将用相同的汽车进行对撞测试 看80公里时速对撞效果 是否与相同速度撞墙一样 等汽车安装在轨道的两端后 他们再次启动了撞击装置 然后两辆汽车朝着相同的方向开始加速 并以80公里的时速撞在了一起 虽然两车的相对速度达到了160公里 但传感器显示两车分别承受了52和58个距的加速度 同时车身长度也分别被压缩了1米 显然撞击的效果和80公里时速撞墙一样 这是因为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成对出现 当汽车以任何时速对撞时 撞击的能量会被两车平分 所以就等同于以相同时速撞墙 据说原地烧胎会导致汽车自燃 流烟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警力启动了准备好的汽车并踩下了地板油 这时轮胎瞬间浓烟滚滚 但并没有着火的迹象 直到一分钟后 轮胎突然发生了爆裂 之后亚当检查现场时发现 虽然轮胎牙子已经被磨光 但表面的温度并不高 显然摩擦的温度还没有达到橡胶的着火点 亚当认为如果给烟雾加上火花 说不定就能被点燃了 于是他们在轮胎前安装了角磨机 一旦接通电源 角磨机就能对着轮胎喷射火星 可这次真的能让轮胎着火吗 当烟雾浓度达到最大时 亚当启动了角磨机 尽管有火星的加持 可轮胎依旧没有燃烧起来 最终因摩擦过度而再次爆胎 这时亚当又想出了馊主意 他决定在烧胎的过程中加入化石燃料 于是他们把一小袋汽油挂在支架上 并将引出的油管与活塞进行连接 这样就能将流盐组再次启动汽车和角磨机 然而这次虽然冒出的浓烟更多 但轮胎始终没有发生自燃 为何摩擦的高温能产生滚滚浓烟 却连极易燃烧的汽油都不能点燃呢 吉米认为可能是轮胎在旋转时带动了高速气流 而气流能瞬间冷却摩擦产生的高温 所以现实中我们很难见到烧胎起火的情况 据说只要舍得踩油门 汽车就能轻松飘过30米宽的湖面 并且电影中也有过这样的情节 为此流盐组向邻居借来了全新超跑 并决定瞒着邻居在湖面进行打水漂实验 但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当志愿者 格兰给跑车安装了遥控装置 同时凯莉还在湖边堆出一个小斜坡 这样就能让汽车在打水漂时有个向上的胜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操控汽车以电影相同的80公里时速冲向湖面 可汽车真能像石头一样飘过去吗 尽管有斜坡的助攻 但汽车刚起飞就直接栽进了水中 然后接连旋转了360度后砸在岸边 格兰认为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用等比例的模型车进行了小型测试 并通过多次调整后他们发现 当取消斜坡之后 模型车能更好地在水面飘起来 而如果将时速提高到120公里 汽车竟然成功掠过了水槽 有了数据支撑之后 他们再次弄来了一辆超跑 并且为了让车速更快 节系给发动机安装了氮气加速系统 同时还在底盘下增加了护板 以便在实验中减少于水面的阻力 等拆除起飞的坡道之后 格兰再次遥控汽车开始实验 这次又能否成功越过湖面呢 随着油门的逐渐加大 汽车很快被加速到120公里的时速 然后一路横冲直撞成功掠过了30米的水面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清楚地看到 汽车在经过两次水漂之后 稳稳地到达了对岸 显然只要速度足够快 汽车确实能像石头一样漂泊水面 这是因为汽车在下压水面的同时 也会受到水面的反作用力 从而使汽车不断上下飘移 据说用冰块做的子弹可以杀人于无形 因为一旦击中目标后就会化冰成水 并且还有人认为某大佬就是被冰子弹所打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决定打造一枚冰冻子弹 于是他们在学校旁的小卖部找到了同款步枪 然后挤理通过对子弹结构的研究 用金属制作出了冰冻弹头的胶筑模具 随后他将清水倒入模具中 并泡在液弹里进行冰冻 等完全凝固之后冰子弹就做好了 但在脱模时他们却出现了翻车 显然制作冰子弹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之后他们请教了枪械专家 并且专家表示用肉做成的子弹 同样能杀人于无形 于是他们将牛肉塞入模具中并进行冰冻 最终完美制作出了一颗肉弹 而由于找不到志愿者测试肉弹的杀伤力 刘烟祖只能请出了假人老兄 但当他们扣动扳机时 假人并没有出现任何损伤 反而被喷了一身的火药残渣 为了继续研究冰子弹的杀伤效果 刘烟祖重新改变了子弹的制作方式 托瑞用硅胶代替原来的金属模具 并且使用子弹进行导摸 等加水之后再插入弹壳 这样冰冻24小时的子弹就不会出现断裂 可它究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然而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的实验结果竟然和上次一样 因为冰弹头在发射的瞬间就融化蒸发了 所以开枪的效果就和空包弹一样 据说白酒能代替汽油充当汽车燃料 并且驱动速度比汽油还要快 因为白酒的主要成分是可以燃烧的乙醇 而美国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流氓在酒后乱来时被警察逮个正招 刚好在逃跑途中燃油不足 于是他们将白酒倒进了邮箱 然后奇迹般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扯淡 他们花巨资弄来了三辆不要钱的汽车 并且三辆车属于同一个品牌的不同年代 然后分别给他们灌入96度的福特夹 通过观察三辆汽车的运行情况 就能判断留言的真假 首先托瑞将驾驶70年代的汽车进行测试 而这辆汽车的发动机采用较老的化油器供油方式 一旦燃料不足就可能无法点火 但当托瑞拧动钥匙的一瞬间 汽车竟然很轻松就启动了 然而等他们加速向前行驶时 汽车却又很快熄火了 接下来格兰对另一辆生产于90年代的汽车开始了测试 并且它的引擎采用电喷的供油方式 虽然刚开始点火起步都很顺利 但跑完一圈时发动机就出现了明显动动 然后就失去了动力 显然这两辆老式汽车用酒精驱动的效果并不理想 那最新款的汽车又能否正常行驶 凯莉将烈酒倒入了最后一辆汽车 而作为最新款的汽车 它拥有先进的电脑控制缸内直喷技术 从原理上来说对燃油的要求非常高 以至于启动时非常吃力 就在大家都不抱任何希望时 引擎突然成功启动了 并且在随后的测试中他们发现 加白酒的驾驶体验与正常汽油几乎没有差别 可见酒精确实能代替汽油充当汽车燃料 但与汽油相比 酒精驱动汽车的速度真的比汽油还快吗 接下来他们继续开始了实验 据说高度白酒能代替汽油驱动汽车 并且驱动速度比汽油还要快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接下来留言组来到了专业的赛车场地 他们计划分别给两辆相同的新款汽车 使用汽油和白酒 然后对比跑完三圈所需的时间 首先他们对传统汽油汽车进行了测试 随着凯利的大气一挥 托瑞驾驶汽车已弹射起步 并且在整个过程保持最高速度 一顿猛如虎地操作下来 最终的成绩是2分26秒 随后托瑞驾驶白酒汽车再次开始了测试 虽然喝了酒的汽车起步加速有点肉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最终成绩比汽油车还要快2秒 从这次测试结果来看 高度白酒驱动汽车的速度确实要比汽油快 但这时身经百战的凯利却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在流言中的追逐情节里 速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持久的耐力才能成功躲避警察的追捕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测试 而这次将模拟流言中的场景 实验中格兰将扮演驾驶白酒汽车的流氓 而托瑞和凯利则假扮警察驾驶汽油车 对格兰进行追打 看在16公里的距离内后 当格兰启动白酒汽车从托瑞面前呼啸而过时 两人丢掉手上的馒头立即驾车追了上去 尽管两位老司机把油门都踩进了油箱 可最终还是被白酒汽车远远甩在的身后 可见白酒不仅能驱动汽车 而且动力效果比汽油还要好 但由于酒精燃烧会产生瘾酸 这就可能造成发动机损坏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用自己的汽车尝试